Hello,我刚刚录了一个视频 是一个开箱视频 买的东西我都特别的喜欢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今天是世界杯的决赛 所以我现在要去做一下菜 然后一会可以一边看一边吃 Hello,大家好 因为最近各种电商都打折 我也忍不住下了一单 但是我觉得我下了单 好吧,有一个还蛮实用的 然后这就是他们到的这个箱子 这个包裹我收到了差不多 一个多两个星期了 但是我就是为了录这个开箱视频 一直都忍住没有拆开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发票吧 好像是 对,里面有一些退货的 你需要填的东西之类的 他们家好像是28天都可以退货 从DHL寄过来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他们送的这个 这个好像是个护发送 然后里面就是长这样的 这是新的朋友 首先就是一个睡衣 这个牌子的 因为之前我买了一个Cose的 一个真似的睡衣 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我有看到一个就是消费理念 不管你买多少 比如说彩妆 或者说包什么的 背给别人看的呀 还是怎样的 就为了拿出去 但是如果你真正对自己好 是在你的生活方面用最好的东西 比如说床单 被套 就那些你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愿意花非常多的钱 比如说一个月才用一次的东西 你却不愿意花同样的价格去 比如说把这个钱放到你的睡衣上 就是你每天都会穿的 就是睡眠时间也很长嘛 真的会对你的生活起到一个提高的一个 我就买了 我买的是一套 因为我也不想自己去配 这个好像是深黑色还是深蓝色的 而且这个睡衣是小号的 就很不容易能逃到 就是打折的时候 很不容易能逃到 睡衣是你要的马子 对然后这是它的裤子 它的裤子的细节也还蛮好的 它这有一个袋子 就你可以收紧 或者说把它放松 这有个扣子 我这个算是一个 我买的一个长袖的 不算是一个夏季的睡衣 他们很多夏季的一套 就是短裤短袖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边晚上比较冷 而且如果是冬天的话 我也是看短期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买个这种 一套长袖长裤的 是最对于我来说 是最实用 也是最划算的 唯一我就是觉得 真撕的睡衣 或者说你买比较好的睡衣的话 洗起来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不能激洗 睡衣我买的 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觉得打折的时候 淘一个睡衣是很好很好的 你们可以看见我穿这个睡衣吗 就是一种很大气的感觉 我看了看这个颜色是像黑色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蓝 你看 这个衣服我肯定是会留着了 然后我还忍不住买了一个包包 这是它的袋子了 这是一个mini的size 我也在我当然有在微博上发 我说这个包打折了 我又不要买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折扣真的 真的很好的就是 能听到吗 这是什么风啊 你能卷风吗 我买个包有这么天怒人愿吗 好好好 我就来说 我今天玻璃碎了 然后我在ins上也看见各种 节拍博主拿这个包拍照 生活中的妹子也推荐这个包 说它其实比想象中的实用 然后它打折的这个颜色呢 并不是一个不好看的颜色 而且春夏秋冬我都觉得可以用 所以我就买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包啊 可不可 这有点像西柚色 当时在那个官网上的图片 看起来有点像橘色 其实我当时觉得橘色我都OK 橘色我觉得都很好用 也很好配 这个颜色我更喜欢 我觉得视频里色差并不是太大 先是中国中看 稍微稍微深一点点而已 有人提醒我说 这个包真的很小 很不实用 因为它这个扣子 是不能这样伸进去的 大家可以看吗 我伸不进去 所以我只能这样提着 这个包对于妈妈来讲 真的很不实用 因为我们出去哪里 都需要一个可以胯着 或者说斜胯的包 因为有时候孩子突然 他就让你抱啊 或者说有什么事情 你得自己冲过去还是怎样 但我还忍不住把这个包买了 而且这个包就是 我自己本身还比较喜欢小号的包 为大家静静地看一下这个皮 它其实可能比较不耐脏吧 然后它的底部是这样的 挺硬的 我觉得它的质量没有让我失望 这个包我肯定是会留着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标牌剪下来 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它其实应该是塞的一个东西 我喜欢拿出来 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的 看起来还蛮能装的是不是 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装装看 它里面到底可以塞多少多少东西 好我现在来装一个钱包 没有问题 哦它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 我忘了取出来了 应该是给它定型的这个 所以它现在就不是硬的了 是弄软软的 然后再装一个墨镜 就是够分享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平价的墨镜 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这个墨镜 这个墨镜肯定能装进去 诶有一点点露出来 是不是 你们能看见一点点 对吗 这是我的钥匙 家里的钥匙 iPhone的耳机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电话了 我是iPhone X 我不是Plus 我听说Plus是放 就是能够冒出一个尖尖 是这样 你们还是能看到一点点 我们比如说Fenty Beauty这个 放进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它也可以横着放 树脚放都行 如果是Armani的这个呢 长管 嗯 口红是完全没有问题 口红是可以装的 但是现在这样装下来 我就觉得提起来有点重了 最重的其实是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取下来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轻度还不错 然后这个钱包 其实是比较厚的那种 其实很想换一个钱包了 你们说我换吗 我真的建议大家 不要买LV的钱包 因为永远都坏不了 就是你根本没有理由 去换一个新的钱包 它完全质量好的太好了 如果你是少女的话 不用考虑啊 这个包包是可以买的呀 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 如果只是去逛个街啊 那些就放点口红 然后放个钱 如果是真的是 比如说你要出去工作 或者说你是妈妈 这个包包对你来说 可能不太适用吧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也特别的满意这个包包 首先我没有这个牌子的包包 还有就是我并没有一个 像这种样式 然后这么这么小的包 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觉 有多小 好 如果是提在身上的话 这样子 哦 好Q哦 如果你想它维持那个形状 其实可以把刚刚那个 黑色的硬纸壳放进去 哎 我觉得很可爱 我夏天可能会 真的会经常提这个包包 如果不带小孩出去的情况下的话 对不起大家 我刚刚太激动了 所以我忘记说拜拜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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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